第602部分 那当然题目部分他没有硬性要求说一定要用串列 第602这一题 他里面好像没有特别提到说一定要用串列来完成 他只有说这个逻辑判断而已 所以这一题好像出的并不是很好 因为你毕竟是在第6类里面 但是不一定要用串列 那真的有点怪怪的 感觉好像这一题比较像是第4类的题目 就是回圈加上一个逻辑判断 然后累加 只是说如果我们将来如果希望改的话 那到底改哪些地方 首先第一个 我们范围是固定的 for i in range 当然1到6或者是你这边输入一个5也可以啦 0到4也是ok的 那input的部分的话呢 其实也是固定的 把资料输入之后 因为输入5次嘛 所以第一次 第二次第三次 那输入完之后的话呢 比较重要的部分就是 逻辑判断 那判断完之后啊 其实最大的关键是说 我要怎么样可以把 我得到的那个n放到串列里面 得到的n放在串列 所以这里的话有个关键喔 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我必须建一个串列 有点像一个清单 第二个的话呢 我再把得到的n放到那个串列里面去 那我的习惯啊 那我的习惯啊 我抢过啊 就是那个变数名称 我喜欢用lis1 lis2 lis3 好假设这样的名称 等于什么 等于一个中国阿虎 也就是说呢 我今天要把资料 放到串列里面之前 第一步 一定要建一个空的串列 好第一步喔 那第二步的话 我要怎么放进去 请你在逻辑判断完之后 产生一个n 把这个n放到这个串列里面去 那放进去的方法还记得吧 就是什么 第1 后面有个方法 点 其实第一个就是了 append 把n放到里面去就可以了 好 那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输入5次 它就会得到5个n 那5个n的话 分别就append到这个串列里面去了 那至于累加 我们就不用total了 所以你可以把total删掉 这个也可以把它删掉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假如要累加的话 其实我先 print 我先不要累加 我先把list1先 把它输出 给各位看一下 那得到什么结果呢 我先把list1 那我一样输入什么 50k3a好了 那执行一下 5Enter 10Enter kEnter 3Enter aEnter 那Enter过之后的话呢 那理论上 应该会把什么呢 把这边的那个 资料通通都放到list里面去 所以把它Enter 那各位可以看到 得到的结果就长这样 中刮弧 里面的话就放我刚刚放的 那会有变化的部分 基本上就是这个k 跟这个a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有没有 它有改变 那主要是因为这个逻辑判断的关系 那最后如果我要得到那个加总的结果 我刚刚是用那个累加的嘛 可是在这里的话就不用累加 直接怎么样 在list1外面包一个sum就可以了 sum然后呢list1 刮弧一下 OK 这样的话把它执行一下 那一样 5Enter 10Enter kEnter 然后再3Enter aEnter 得到应该是32 OK 没错 所以喔 其实最后呢 如果我要把这个刚刚的写法 改成用list的话 那基本上 感觉好像啦 其实说真的跟刚刚的写法 并没有太大的 差异啦 最大的差异是说 第一步 增加一个串列 空的喔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把资料放在一个串列里面 记得 中国阿胡 第二的话呢 就是append 就是把我们产生的那个资料 n 放进来 OK 那最后的话呢 它会得到一个清单 就是刚刚看到的 中国阿胡 里面分别放这些资料 OK 那如果你要把它通通累加的话 很简单 就是在外面包个sum 然后把它print出来 那得到就是32 所以喔 如果你将来考试的话 写这样子 其实也是对的 没有问题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试看好了 那这个写法 我好像在云端上没放 所以我一样会把它放在那个 第6类的602部分 OK 那 请各位试试看喔 请各位试试看喔